大家好啊 睡了王宝强老婆马荣的宋 宋卓你乐什么 我说的真事 真事啊 睡了王宝强老婆马荣的宋卓被判刑了六年啊 是今天上午宣判的啊 就是这个应该是北京的时间 10月18号的上午 那我们的时间呢 应该是17号的晚上啊 那我们现在也是10月18号啊 刚刚宣判啊 法院的判断是这样 是宋卓呢在2014年到2016年呢 在王宝强影视文化工作室任职期间 利用担任总经理及王宝强经纪人的职务便利 侵占了王宝强业务款 共计人民币232.5万元 然后判六年啊 呃 说这个宋卓呢 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侵占了单位的财务 还有一个叫修尔修宇乐的一个人呢 跟他呢构成了共犯啊 那么修宇乐呢 也被判了三年啊 他们两个一个六年一个三年啊 嗯 基本上呢这个闹剧呢 也这不能算闹剧 这算什么 也算是闹剧吧 这个闹剧算是告一段落的 真的算是告一段落 因为这个呢 是在2016年 大家我不知道还记得不记得 两年前是王宝强呢 发了一个微博 说他老婆跟别人发生了不当关系 然后呢 要把他老婆解除这个婚姻关系 然后呢要告他的这个经纪人这个宋哲啊 嗯 2016年爆传到2017年呢 这个宋卓呢 他被抓2017年9月份 他把这宋卓呢 抓起来才开始呢 呃 审这个案件 等到了这个2018年2月份的时候呢 王宝强和马荣的这个离婚案呢 就判决了 判决呢 当时说呢 是这个 呃 法院认定啊 这是法院判决啊 不是我们说的 这个一定要说 法院认定了 马荣与其他人存在婚外不正当关系 啊 这是法院认定的 嗯 其实其他人呢 没有说是谁 那么但是 一旦说其他人呢 就是说有可能是一个 也可能不是一个 对 对吧 这个都不知道 这个马荣是光跟宋哲一个呢 还是还有其他人 这咱就不知道了 但是法院认定的 是有其他人 存在婚外不正当关系呢 那就是法院认定 就是 对吧 这我们不多说 说违反了夫妻的忠实义务 然后呢 判决的儿子由王宝强抚养 女儿呢 由马荣抚养 然后呢 马荣呢 我不知道马荣是怎么想的 马荣竟然还去法院告王宝强 说王 王宝强呢 这个叫什么 名誉侵权 说侵害他的名誉 然后呢 法院的2018年呢 也判决了 判决呢 说法院认定 王宝强不构成名誉侵权 对马荣 不构成名誉侵权 因为你就是睡了别人 属实 对 是属实的 法院认为属实的 所以呢 那这样 马荣就现在 不会再辩解了吧 白口没见了 因为当初2016年 刚出来是马荣说 你诬陷我 知道吗 你小心点 我要把你的事都说出来 你也好不了 是吧 那现在 目的他也不想说什么了 对吧 法院判完了 然后呢 最后呢 而且呢 这个好像马荣回来还上诉了 然后驳回了这个上诉请求 反正就是 就给彻底驳回了 然后马荣也不再答了 这案子 他就认了 那就板上钉钉了 那至此呢 这个闹剧呢 就都结束了 王宝强呢 得了儿子 他老婆呢 得了女儿 至于钱呢 追回来多少 咱不知道 现在反正是判刑了 但是因为他侵占了 那这个钱他花了没花 还有没有 他投资的 多少损失了呢 王宝强能不能把钱追回来呢 不知道 反正王宝强呢 当时据说王宝强这些年呢 挣了可能也有上亿了 然后最后呢 到这个跟马荣闹翻了 离婚的时候呢 王宝强发现自己呢 王宝强在六个银行呢 都有账户 发现在六个银行呢 所有的账户加在一起呢 只剩下十几万元 然后其余的财产呢 都已经被别人转移走了 就没有钱了 自己干了这么多年 挣了这些钱 最后就还剩十几万 然后我不知道 钱追回来没追回来 也是个 也是个可怜人啊 但是呢 我说实话 我说实话 王宝强跟马荣的这个事 知道吗 其实呢 我呀 当时我这样说 有点像马后炮了 王宝强有一年 好像是参加嘎纳的一个电影展 带着他老婆一块去的 当时呢 就是说大家就起哄吧 亲一个亲一个 让王宝强就跟他老婆亲 我当时就觉得他老婆 就有一种好像 就是说很为难的那种 很嫌弃他吗 也不是 反正就比较为难 我就觉得在公众场合 不应该这样 知道吗 但是当时呢 那种感觉 我就觉得有点怪怪的 最初的时候呢 王宝强刚找了这么一个女朋友 那是马龙照片不就出来了吗 说王宝强找了个漂亮媳妇啊 什么的就一看他面相吧 就觉得面带桃花 你知道吗 就觉得 当时觉得王宝强 可能就只是谈个女朋友 后来没想到 也真结婚了 结果走到了 今天呢 这一步 在这呢 给大家呢 稍微讲一个东西啊 这有点像玄学了 有点像玄学 就是说呢 在这个 就是how I met your mother 是美剧 就叫老爸老妈浪漫史 不大家没看 没看过 没看过啊 这个美剧还挺有名的 大家如果感性 你可以去看看 这个美剧可能出了九季 当然也比较长啊 但是作为学语言来讲呢 真的很好 对 那他非常的 就是说贴近呢 当前的这个 美国的生活节奏 和那个日常路语啊 他呢 当然有点像老友记 但是呢 还不太一样啊 大家感兴趣 可以看一下 这个how I met your mother 里呢 他们有一个呢 一个就一个玄学 就是说一个女孩呢 叫crazy eye 就是说呢 就你看他那个眼睛 你知道吗 就感觉有点 你知道吗 然后你们要感兴趣呢 可以去看看 我觉得呢 从这之后呢 我大受启发 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我慢慢的 我也不知道啊 但是我就感觉 我也研究这周一 你知道吗 这个就一看 但是你发现没有 我要一看你 我说这女孩crazy eye 最后事实证明 我还是有点道理的 你说是不是 对吧 但是这个玄学呢 我没想到大家讲明白 但是马荣呢 就一看 就是有一点那种 有毒 然后呢 据我多年的经验 你知道吗 有一种血型的女生呢 比较吓人 就是我跟你说过 对吧 就每次我要在 哪儿跟你聊天 然后呢 我就能够特别敏锐的 感觉出来 这个呢 是那种血型的女生 你发现没有 她们比较健谈 然后适合能力特别强 然后呢 我就会 你别说哪个血型啊 我被骂死了 你知道吗 我有那么傻吗 我还准备不让你说呢 我也不说 我也不说 咱们这个 咱们得学会啊 但是呢 咱们可以简单说一下 就是说 我就会觉得 这个女生呢 很健谈 女强人士的 然后实际上能力非常强 我就会觉得 这个女人 是不是这个血型的 然后呢 我就浑身的警报 就都响了 知道吗 我就问她 我说你是不是这血型 她说对呀 你怎么知道 我就会倒吸一口凉气 知道吗 那到底什么血型呢 大家自己去研究吧 好不好 那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